中央 當然還要有一些 水打的 在這個中央 那你怎麼來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孫先生 假面上的郭靈姐 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屏東 哇 超遠的 而且應該是我們屏東的史上第一次 跟團旅行 因為我們每次都是自己來嘛 然後想說屏東比較不熟的就是跟團 做這種旅遊的介紹啊 我們每一個景點保守估計都可以拍到 三個小時 大家平常看到那個美美的畫面啊 有時候飛飛空拍機啊 我們一個景點要花三個小時 對不對 我們有時候還會從早上八點 拍到晚上的十一點 那這次跟團呢 它時間當然就是非常漂亮 幫我們 Let's go 這邊好多這個賣豬肉的 我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 真的超級嚇到的 有那個什麼廠子啊 什麼豬腳掛在這邊 這真的是 日本人看都真的會嚇死的東西 然後這邊竟然不是市場 然後還這麼多 這個賣肉的攤子耶 好特別喔 我們第一個景點呢 是內埔昌梨 那昌梨顧名思義就是拜韓裕的 而且是全台灣唯一拜韓裕的地方喔 唐宋普文霸大家之手 很多考生就是要考試的時候會來拜拜的 這間都搞定 那金房提名 祝大家可以跑上自己理想的學校 我們下一個景點就隱藏在這樣子的陽氣院老街巷弄裡面 欸這個算巷弄嗎 好像也不叫巷弄 真的很特別 沒有導遊介紹 真的是不知道這個地方耶 聽說他可以吃到全台灣唯一的特別的東西喔 那我現在來到的是阿高姐麵帕板 你看這個是板條 台灣傳統的做法 沒有看過這麼大一片的板條耶 看很多口味 然後現在呢 那個老闆要幫我們開鍋看一下 謝謝 他還有這個木材在燒 喔喔喔喔喔 請問這個上面一點一點的這個部分 那個是香料 喔喔喔喔 這個鹹的裡面是香菇太過醋果水 喔喔喔喔 所以那個板條本身就有很有味道的感覺 對對對 看這個是甜的板條耶 好特別喔 而且它的味道有點像黑糖糕嗎 對對對 這感覺 目前的醋感很像橘露黑糖酒釀 對對對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很QQ的對 對對對 咬到後面會有那個桂仁的味道 嗯有有有有 很香很香 接下來到老實麵來用餐 聽說裡面有很多服務喔 接下來到老實麵來用餐 聽說裡面有很多服務喔 說以前這邊明明就非常漂亮 才不會這樣子雜草重生 他就問老一輩的人家說 欸以前到底怎麼保持的 老人家就跟他講說 以前這個地方啊 都有牛在走的 所以這種外來種的草啊 牛根本經過就柴扁 然後就把它吃掉了 以前跟現在的這個生產方式變了 所以以後看到這種那個雜草 就會覺得欸我看的那個眼光 就會不一樣了 現在來到了流氏宗池 好有味道喔 來簡單的有趣考古一下 這邊啊寫禁士 其實是以前的達官貴人的家喔 父親跟兩個兒子 三個人都是出人名的讀書人 所以這個禁士是為他們三個而立的牌子 然後啊很有趣的是 那這邊有看到油漆對不對 因為剛好啊這邊陽光會紫色 所以已經就是剝落了 那這個上面的都是200年前的顏料 真的就是留在這邊喔 聽說這個日本時代留下來的東西 日本人畫的 可是台灣人會用自己的解讀方式去使用它 像這個畫的花 它在圖鑑上面其實應該是蘭花才對 可是台灣人把它當作牡當花使用 因為有的就是紅色 所以就畫在這邊 還有這個竹子 它就是代表著足氣清高堅韌不拔的精神 我來到總泳宮 總泳宮 總泳宮對嗎? 對對對 再重點 我來到總泳宮 這邊有一個習俗就是要捲邊 超可怕 超可怕 你看那個你有看到嗎 它的習俗就是這個 那個很像燈的東西 它有挖洞對不對 樓空的 要把這個東西丟進去 那個洞裡面 天啊 這個比頭籃還要難 而且點了在手上的時候 有心理上面的壓力 超可怕的 你點來了之後 你就要馬上丟喔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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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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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浪貼 好浪貼 好浪貼喔 哈哈哈哈 快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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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人生從來沒有放過邊炮 剩我的人生第一炮耶 你還要再來一次啊 我不要 快點了快點了 等一下給你放 快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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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啊 真的就是最後那麼一發 我們發了100發的最後一發 就有我們的團員 就這樣子 真的丟上去 真的太厲害了 那這個活動啊 據說是正成功時代 很多阿兵跟沒有辦法回家 然後要讓他們 有這種回家過年的感受 所以才衍生出這樣子的 這個遊戲的習俗方式 對 很有趣 是想體驗到 這個叫公炮城這樣子 我忘記你們會綁可以參加的 來找男生來丟 你們不准綁 欸 幹嘛啊 幹嘛啊 你煩死了 你很煩耶 白姆 這個白姆耶 你看天啊 這邊不是動物園 竟然有野生的牛牛 超可愛的 他不是野生啊 喔 不是嗎 他很可愛耶 你現在看我 我覺得他眼睛好漂亮喔 光光才到大便 真的假的 你才到大便 真的假的 我現在來到萬軟大橋 枝條橋很長很長 那他很特別的地方是 他是3D彩繪立體圖 超長的整個都是 會不會暈車 我覺得好像在坐船一樣 因為會一直晃 因為很長很長 來吧 也沒關係 對 是 自己處理好 像是一般的 外面的 這邊有名的林家豬腳 這邊客家的化身豆腐有名的 第一次看耶 跟炸豆腐 還有這邊有名的板刀 跟豬腳的豬腳 夾一塊吃吃看 好 其實很多日本人都會不太敢吃豬腳 然後我也是 但是我覺得這邊的豬腳看起來 不是那種一整隻看起來比較可怕 看起來不敢吃 剛剛團員們跟我講的說 豬腳最好吃的地方就是有膠質肥嫩的那邊 但是我看好假的是瘦肉 我比較不敢吃 就是怎麼講 因為我對那個腳的印象就是覺得很可怕 我好像沒什麼吃過豬腳 像那個雞腳那種是本來都不太敢吃 我覺得很有膠質很Q彈的感覺 感覺吃的皮膚會很好 跟那種韓國烤肉的豬肉 很有油的那種又不太一樣 我們等一下要去看貓頭鷹 而且是野生的喔 現在公的喔 真的好像貓頭鷹的聲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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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跑公司應該找我去代言 比如說不行 注意看喔 所以不是隨便的旅觀就可以耶 一定要蘇跑喔 拉環的形狀沒有像它那麼窄 沒有嗎 好等一下呢 這位先生要帶我們去看貓頭鷹 是夜房貓頭鷹 我還投一次這樣子認真的賞鳥 而且是真的野生的貓頭鷹喔 好像有很多品種 就好了 暗公叫 目前只能夠說 這附近沒有貓頭鷹 已經經過25個聲音了 太陽了我眼睛張不開 我們現在第一個點 那個貓頭鷹先生 發出貓頭鷹的聲音 叫貓頭鷹過來 但是這個附近啊 剛好貓頭鷹都外出了 就沒有在這邊 所以我們要到第二個點 真的耶 老師發出聲音 他真的會 好酷喔 有看到 我在這 來到我的下面來 到我的下面 有沒有 到我的下面 到我的下面 跳跳跳跳跳跳 靠過來 來 到我的下面 好相機 這就是一隻公鳥 眼睛紅色 牠站在橫向之條 有沒有 30公分的 靠近我 對 牠會很安穩 像現在牠很安穩 牠就零腳下 今天晚上的零腳 零腳下 你看那兩個眼窩很大 有沒有 牠眼睛是紅色 熊熊也有繩 然後牠轉 有時候慢慢的轉 越是這樣越是安穩 牠腹部比較白 牠很喜歡站在這種圓身樹種 這都不是種的 是自己生長的 你看牠有臉盤 那個外面的學員 哥哥姊姊可以進來一點點 不 看得太遠了 不 好飛 剛剛真的看到貓頭鷹 真的超級可愛的 牠的小椅子是叫零腳梟 然後很有趣的是 老師只要一學那個貓頭鷹的聲音 也會有其他的動物會回應 老實說因為有些動物啊 跟什麼猴子啊 就是有被貓頭鷹捕殺過 牠們都會記仇 所以就會要發出聲音 告訴自己的家人 有天敵來了要小心 看完了呢 我們其實已經砸了很多的器材 砸了很多的資金在器材上面了 我們也買了空拍機拍美景都對 但是要拍貓頭鷹還是不夠 要買更好的設備 因為要夜拍然後就可以放很大的 看來我們又要得砸錢了 沒有拍到好的給大家看 現在是晚上的12點 我回到台北了 今天早上呢 從這個北台北 一路到南屏東 然後我們又從這個南邊的屏東 回台北了 這次根團讓我非常驚訝的 就是和菜的部分 因為在日本的話 絕對不可能和陌生人一起吃和菜 但是在台灣的話 就是第一次認識的人 大家一起這樣子吃和菜 和樂融融的大家很快就鎖成一片 也是很有趣的體驗 我知道有很多台灣人很喜歡 到日本非常鄉下的地方 或是看日本非常古老的東西 都會覺得很有味道 那我今天看這些東西 就是這種感覺 那大家如果要來評論玩的話 可以參考我們的這個行程 我們今天完全沒有delay 就是很順利的走完這一趟 那根團的話 真的一個好處就是 非常的輕鬆 我們不要自己開車 不用自己想行程 每一個景點的規劃啊 或是理解這個景點 我們都不用自己做功課 就聽導遊的 都是我們就好了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如果覺得這個影片有趣的話 麻煩大家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喔 好記得訂閱記得訂閱 好也歡迎看看其他的影片 那每天也用Facebook 可以所有人 用我多任何分享資訊也歡迎追蹤 那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 掰掰 走 欸那妳的行李啊 忘記帶行李喔 掰掰 掰掰 是